诶 这特效还蛮好玩的 霍晨同学 这是我新买的课完书 你看看喜不喜欢 谢了 臭大鸭 这课完书你平时连碰都不让我碰 因为你平时从来不看书呀 霍晨呀 这是我们小麦布的零食 你要是饿了就随便吃 吃多少都行 谢谢东妹姨 可是东妹姨 你平时一天只让我吃一包 我不这么说 你一天就能把小麦布吃全了 你的臭饺子 话怎么这么多 你应该像浩晨上官有多学习学习 你看看人家 长得又帅 学习又好 家里又有钱 再看看你 哪哪都不行 奶奶 怎么连你也这么说 哼 那你让上官浩晨做你分子吧 诶 如何日当日 小梅 你说我真的比不上上官浩晨吗 这是谁说的呀 小梅 你不是这么觉得对不对 我是说 你怎么能和浩晨同学比较 浩晨就像天上的太阳 你就是阴宫里的臭蛤蟆 我知道了 难道我就这样放弃了吗 我真的注定比不上上官浩晨吗 不 我不信 我一定要努力 起码这次寂寞考试 我一定要追上上官浩晨 这次考试 我们有两个并列第一 上官浩晨同学不出意外的获得了满分 你们我奶奶摔伤了 大鸭 你不等大鸭了吗 大鸭 哦 不用等了 咱们走吧 不是大鸭一个人 在家后面有晚饭吃的 他就在旁边那条巷子里 我去喊他过来 哎 老爷爷 老爷爷 不好了 我们想来个门口有会儿啊 什么 快点回去看看 大鸭怎么还不来啊 喂 我跟你说的秘密 根本就没有小美 刚才那个是大鸭 什么 胖虎 我们先走 一会儿会有人来接大鸭 好好好 我们先走 不再打鸭 老东西 犯女横 那我要和王婆子 正在铁牛他家 和铁牛他妈斗地主呢 我这就去喊他们 胖虎 刚刚那个是坏人 东门一流的纸条 怎么可能把自己的名字写错 而且他连东门一有没有孩子 都不知道 竟然还说自己是 是东门一的朋友 胖虎 大鸭 我 我听王大爷说了 你们没事吧 没事 东门一 多亏我机智 大鸭为了下管子 差点就被骗走了 啊 大鸭 这是真的吗 不是zo aos门一唱的歌 不是少门一唱的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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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